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茶叶占卜卡 大笔也里星座神域卡还有字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都是好可爱的卡通图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当下的你最被哪个选项的卡通图吸引呢? 选好了的话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筹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谁在疯狂想念你哦 最后的主题是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来自这个人的讯息是什么? 这个茶叶占卜卡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是什么人?他是谁? 有着哪些性格特质?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抽一张主题一排卡可以选到第一组 最近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哈雷里主题排卡来看 这一个人他比较偷偷摸摸 在被地里为你做了好多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传统观念的人 他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一直就是做不成哦 就比如像你表白 但是就会紧张口吃忘吃 你经常被他想着 再多一张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梦中情人哦 给选到第一组 谁在疯狂想你呢? 你主题排卡来看 他有一点胆小怕事 然后呢 也很多事情没有光明正大的为你做的 在背地里为你做好多的事情哦 他可能是暗恋你的人 他很传统观念的 是以结婚为目标呢 去喜欢你暗恋你 想要跟你发展哦 对你是认真的 他有很多时候想向你表白 但是一直不成功 比如在你面前特别紧张 就爱说不出口 你经常被他想念着哦 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想着你 你简直就是长成他梦中情人的样子哦 是他喜欢的样子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最近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他是非常纯情的一个人 很有远见 看事情看得比较长远 他好有热情哦 是一个很积极努力的人 说话表达方面会比较直接 清晰 明白 简单 他好有领导才华 是一个做事情 做决定的时候蛮果断的人 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给你感觉他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比如来自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背景哦 他很少给你麻烦 他都是帮助你解又忘记烦恼的人 他好有耐心 再多一张 比较内向哦 给选到第一组 有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以塔罗派卡来看 这个疯狂想念你的人 他是非常纯情的一个人哦 可能在恋爱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的 给你的感觉在你眼中 他是一个好幸运 很有福气的人哦 比如来自一个还蛮美满的一个幸福家庭背景 他做事情很有远见哦 所以他是跟你想吸水长流 他没有很急着想要向你表白 或者急着很进取的去追求你的一个人哦 他是很有热情的 就来了两张都是很有领导才华的牌考 也许在工作上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 很有能力的人 他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呢 是比较简单直接的 一点都不会转弯 或者是 或者是 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 他都是比较直接明白简单哦 你跟他相处 你会觉得你所有烦恼都可以忘记的 他是那么的能够 带给你温暖 温馨的感觉的人哦 很有耐心 他脾气是不错的 但这个人是比较内向哦 要他主动在感情中可能会比较需要时间哦 康斯卡怎么刷给选到第一组 疯狂想念你的人 有什么话要说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想要你 就是需要他 喜欢跟他在一起 有时候他晚上夜里 也会睡不着哦 想着你哦 想你想得不得了 你在他眼中就是他的小苹果 很喜欢看你 见到你他心里就开了花 他知道也许你的前任 对你不公 对你不好 但不代表他也会这样子对你哦 他跟你的前任是两个不一样的个体 他是爱着你的 他也感觉到你对他也有意思 你的笑容 你很能够令他笑得像小孩那么的开心哦 跟你在一起快乐来得特别容易 他已经暗恋你好久了 已经不是一个新的事情了 他不会让你离开他的 他会争取跟你在一起 每当他独处安静的时候 他想的都是你 给选到第一组 疯狂想念你的人 他想说呢 他很希望可以跟你更多的能够见面 然后很少分开 不要再分开了 经常夜里睡不着 会想着你哦 你在他眼中是他的小苹果 看了一眼又在想看多几眼的那种 请你不要拿你的前任跟他做相比 他知道你的前任对你不好 但不代表他也会像你前任那么对你哦 他会对你好的 他已经暗恋你好久了 已经久到他自己都忘记几时开始的 他是爱你的 他知道你对他也有意思 你们可能在暧昧的关系 他不会离弃你 他不会放开你的手哦 他会用尽努力的去争取跟你在一起 只有你能够令他笑得像小孩那么的开心 跟你在一起快乐幸福就是那么简单容易 他控制不出自己 每当他独处 他就会一直想起你哦 他满脑子都是你 看中文字卡这个人 他有什么要说 疯狂想念你的人 我们一起变老吧 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哦 真的要长久的 才跟你开始哦 对你的爱意认在 但我无能为力了 会不会遭到你的拒绝好多次了呢 遇见你 以用尽我必胜的运气 他觉得他最幸运的事情 最梦想成真的事情 就是遇到你这一位梦中情人 现在我们看这个星座牌卡 他很有可能来自哪些星座呢 上升月亮太阳 疯狂想念你的人 他是谁 精心的到来哦 很有可能是金牛座 或者是天秤座 巨蝎 金牛哦 又多一张金牛哦 所以金牛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可以选到第一组 最近疯狂想念你的人 很有可能来自这几个星座的参考 上升月亮太阳 就是天秤金牛 还有巨蝎 然后呢就是看这个 神域牌卡 为什么要说 抽一张看一下 可以选到第一组 好了拿到的是狂蜂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狂蜂 阻断了前进的道路 但是为什么逆风前进 而不能顺风而行呢 也许你正在坚持 向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 或在权衡现状的利于弊 或决定是否值得 继续在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上 消耗自己的能量 从任何困难中都能学到东西 不要被困难战胜 但是也不要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 白费力气 就是确保 就是确保你用的 你的努力是在对的方向哦 最后抽一张这个塔罗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一组 新第七的牌卡到来哦 耐心一下 花也是需要时间开花的 不是吗 你的爱情 你美满的幸福美好的甜蜜爱情 会在对的时机到来哦 再忍耐一下 不要急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过一个有意义的 满足感的人生 还有充满福报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张的主题是 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他是谁 他有着哪些性格特质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看这个财业占卜卡 给出的讯息是什么 最近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看一下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是你的幸运之心哦 很能够带给你好运的人 他是你的贵人 他曾经遭到你的拒绝吧 再看 比如约你出来吃饭的 你就说你在忙 然后这个 这个人可能有一点挫败感 他呢 是非常 喜欢热闹的人哦 喜欢人多的地方 他是一个比较 现在还蛮感到 很多事情都不顺 这个一只宝剑插在心脏上哦 他很伤心哦 可能你拒绝他 令他就是到现在还是很难过的 给选到第二主 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他很有可能是你的贵人 那个很能够带给你幸运的人哦 到目前他过得很不开心 他对某些事情感到很不满意的 也许你曾经拒绝他 就比如他约你好多次了 你总是说你在忙 总是说你没有时间 然后呢 这个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 一直都不是很开心 他为人是一个很爱热闹 很喜欢人多的地方的那个场合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主 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有打不死的精神哦 他还会放弃你 虽然你就是不断的一直在拒绝他 或者是给他闭门羹 他是一个很爱笑的人哦 很有自信 很信心 然后很积极 努力向上哦 非常乐观 遇到挫折 挫败 也很快会 又爬起来 他好喜欢你 他眼中的你是那么的令他满意哦 你有着一切他喜欢的样子 这个人好乐观 他就是表现出一副很乐观的样子 虽然他心里已经遍体鳞伤了 遭到你拒绝他很难过 但他就是一副还是没事的样子 他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哦 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呢 他都会先做好多的这个准备功夫 是一个稳重的人 再看多一张 有时他说话会比较直接 伤到人自己都不知道 可以选到第二种 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以塔罗派卡来看 他是一个好自信的人哦 尤其是当他笑起来 那个笑容是非常亲切 很吸引人的注意 他很正能量 很乐观 遇到挫败呢 很快又会爬起来哦 是有打不死的精神吧 也许你拒绝他了 他还是还会放弃你 他还是一直想要尝试的 走向你哦 虽然他的心已经被你拒绝 伤到不能再伤了 但他还是表现出一副 很乐观 再接再厉的那个精神哦 他实在好喜欢你 你就是 你被他看成是他的愣中情人哦 他是一个有准备的人 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呢 他会做好很多的那些观察 接下来他会更稳重的去走向你哦 他有一点急了 心中憋着好多的情话想要告诉你 有时他说话会比较直哦 就有一点直男子女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有时会比较独来独往 我行我素的那种性格 很有自己的个性 看资卡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他有什么话想说 亲爱的 你就是他唯一想要在一起的人哦 对你死不了心 他假装 如果他表现出不在乎 那都是假装出来的 他无法停止去 多看你几眼 他的心只为你而跳 他去哪里他都会想起你哦 如果他有伤到你的话 他想说对不起 你会爱他吗 他就有一点自责 你在他眼中是那么的特别 而且很有趣 他真的好喜欢 他曾经逃避 面对心中对你的这一份生情 他现在很想照顾你 很希望有机会 能够在你的身边照顾你 给选到第二组一次 他来看呢 说亲爱的 他只想要跟你在一起哦 你是唯一 令他想定下来的人 别看他表面 就是没心没肺的样子 其实他是很在乎你的 他无法停止 想要多看你几眼哦 他的心只为你而跳 不管去哪里 他都会欲起你 都会想起你 若他有伤到你 他想说声对不起 他也好自责 不知道你还会爱他吗 你在他眼中是好特别的 而且很有趣 他很喜欢跟你过他的时间 曾经的他就是不肯面对 心中对你的深情 他其实早就已经喜欢上你的 他很希望你能够给他机会去照顾你 希望接下来可以在一起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我爱你 不是情话 而是心里话 我想你了 但你不理会我 我也不会 我也不想厚脸皮 能让我主动的人 是我打从心里 喜欢的人 接着看这个人 他有可能来自哪些星座呢 参考上升月亮太阳 可以选到第二组 愤狂想念你的人 他是谁 土能量 土能量的牌卡 是山羊摩羯座 金牛 还有竹女 月亮的守护者 是那个巨蟹 再多一张 还有天蝎 给选到第二组 愤狂想念你的人 很有可能来自这几个星座的参考 上升月亮太阳 就是山羊摩羯 金牛 竹女 巨蟹 还有天蝎 接着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要说呢 给选到第二组 抽一张看一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拿到的是睡着的人 说的是什么呢 继续前进就要保持清醒 这张牌告诉人们 我们已经不是在前进了 因为自己已经迷失在睡梦中 休息是非常重要的 它总是赋予我们前进的新能量 翻到这张牌意味着你现在正睡觉 但是醒来的时刻 正逐渐到来 仔细观察一下周围 重新选择一条恢复自我的道路 有时候周围的很多事情都会被毁掉 学习家庭朋友和爱情 当我们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 把这张牌当作一种警告吧 该是清醒的时候了 是时候清醒 如果你还猜不到对方是谁 那么你是应该去清醒一下 可以意识到这个人 非常在乎你想念着你哦 不要等到错过了才来意识到这个爱你的人 接着抽一张塔罗牌卡 有什么要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 抽一张看一下 好了拿到的是圣碑五哦 这张是非常消极悲观的牌 事情替我们不要那么悲观哦 事情都有两面的 然后往好的方面去看哦 就比如不要认为自己是不配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对象 你是值得拥有的 所以乐观一点哦 好了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就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与对方的将来 就越来越好 都光明起来哦 还有愿望们想都顺利能够实现达成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到来主题是 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抽神医牌卡一起来看 他是谁 他有着哪些性格特质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看这个财业占卜卡 牌卡给出的讯息是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 最近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是一个新的人哦 刚认识不久的 跟你就是同舟工具吧 是什么 再看还有什么 他很善解人意 他能够带给你温暖哦 在糟糕的日子 是一个很有担当 不会选择逃避的人 他现在很努力的在赚钱哦 可以选到第三组 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应该是认识不久的 是新的人哦 他跟你之间 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可能曾经一起 遇到同样的事情 然后就比如一起 被关在电梯 那个就认识了这样子 他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 很能够带给你温暖 在糟糕 在困难的日子呢 表现出一副很担当 很有责任性 很能够令你安心的人 他现在是很努力的在赚钱哦 是一个很努力的在工作的 一个工作狂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谁在疯狂想念你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有好多话藏在心底 还会告诉你 是一个很好脾气的人哦 跟你相处起来是很和谐的 你们几乎没什么吵架 他的道德观念好强 有一点爱说教 很多的满口大道理 他很怕无聊 他是一个很未来式的人 他会找有趣好玩的事情 去打发时间 给你感觉他好性感 很有魅力的 在你眼中 他是一个好性感的人 不记仇 不计较过去的事情 很少去谈起过去的事情 都是往前看的 他有意想追求你哦 对你有意思 你们三观很合 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哦 你们工作起来是很合拍的 心灵相通 不用说话都好像能够猜到 彼此在想些什么 很有默契 他呢是 正在一直努力的 想要认识你 想要更懂你哦 给选到 三主 疯狂想念你的人是谁呢 以陶罗派卡来看 他呢 有很多就是藏在心底 还会告诉你的话 他可能爱上你 一直就是找不到机会 向你表白 或没有勇气 他呢 是一个不记仇的人哦 会经常说未来的事情 很少去翻旧账的 跟你相处很合拍哦 你们是 三观很合 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 一起工作的 一起办公事的 然后这个人 他跟你 几乎没什么潮过架 他也是一个 道德观念很强的人 满口大道理哦 很喜欢说教 他有意想追求你哦 对你好有意思的 你会发现呢 就是若你足够细心 他对你特别好哦 比别人还要更 更好 更多笑容 他呢 很怕无聊哦 就是跟他在一起 会有很多 有趣的事情哦 你们是心灵相通 很有默契的 有时不用说一句话 都可以猜到 彼此想些什么 在你眼中 他很性感 很有魅力 是很吸引你的一个人哦 他现在正努力的 想要摸索 想更懂你 更认识你哦 看自卡怎么说 也全道理三主 这位疯狂 想念你的人 有什么要说呢 他很害怕 遭到拒绝哦 所以他一直迟迟都 还没向你表白 他正在努力的 想要建造好的基础 跟你多一点认识先 当朋友认识你 感谢你就是 愿意接受最真实的他 他一直有在观察 关注你哦 他喜欢偷看你 当你没有见到的时候 他喜欢偷偷地观望你 他一直找不到机会 他会向你示好哦 也许你归人自忙吧 找不到机会 当你愿意跟他分享你的事情 哪怕是自忙小事 他都很乐意的听哦 他真的很开心 你愿意跟他多说话的 他经常一直盼望着 能够跟你多点的见面 说话 他很开心 能够跟你认识哦 给选道理三主 以自卡来看 他说 他很怕你会拒绝他 他还在摸索 想要追求你 他有意想追求你 他想知道 你对他是否有意思 他现在正努力地 想要打好你们之间的基础 想更认识你 想更多地理解你 感谢你就是 从来没有嫌弃他 接受他那个最真实的一面 他有一直在观察 关注你哦 他有在留意着你 尤其是当你没有见到他的时候 他喜欢偷偷看着你哦 他一直找不到机会 他会向你示好 你有很多话 疯疯疊疊围绕吧 或者你是归人士忙 他找不到时间 去向你表白或示好哦 当你愿意跟他分享你的事情 哪怕是不关他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他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他很高兴能够认识你哦 他经常盼着 能够更多的能够跟你接触 见面说话 看中文字卡 对方有什么要说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希望你开心 你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起 对不起一直没有勇气 去靠近去表白 我不想你再恨我 因为恨一个人实在很痛苦 他要你开心快乐 接着我们看他有可能来自哪些星座呢 参考上升月亮太阳 最近疯狂想念你的人是谁 参考上升月亮太阳 有可能这几个星座的就是双子天平天称 还有火象的白天称 白羊座 也就是那个母羊 接着看这个神域排卡 为什么要说呢 给选到第三组 抽一张看一下 好了拿到的是小事 这张牌 讲的是平时被人忽视的小事的重要性 我们身边的事物和每天做的事情 可能比那些令我们吃惊的事物更有魔力 学会用眼睛抚摸世界并倾听风的旋律吧 享受、嗅觉、触觉和味觉带给你的感受 这样才算是生活 这张牌告诉人们要珍惜周围的一切 感觉觉到这一点才能更幸福 才会让一切事物、事情都紧紧有条 不要铺裂小事哦 对方可能已经在细节上不断的暗示 给你知道他对你的心意了 可能从眼神在跟你心灵相通的想表达他的爱意哦 很多话他可能口上说不出来 但你足够留意细心一点 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接着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好了 拿到的是全账二牌卡哦 做好准备哦 尽情期盼着美好的爱情即将来了 保持正面乐观 做好准备 就是打扮好你自己哦 那个你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 很有可能很快就出现了 或者已经出现了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无忧无虑一切 顺利的度过 走向你要的非常有趣好玩的未来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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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分享